小猪哥 谁啊 谁啊 眼镜沙了 怎么回事啊 美女 怎么回事啊 撞到我的腿了 撞到了 是啊 刮伤了 你看到没有 这里也刮伤了 我怎么没有感觉呢 你有感觉啊 现在我都终于一样了 我跟你说 没有那么夸张吧 我好像真的没碰到你啊 负责到底 没年了 真的是我碰到你的话 真的对不起啊 我跟你说 对不起也没有用 你的尺寸多啊 你自己脚啊 又算了 人类我也脚痛啊 真是 你脚不住就算了 我还想嫁人了 不是的 我没有那样想 我拉掉拉掉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你突然间叫下我 五千块 不要说那么多 不要浪费我十千 五千 现在我要提酒医院 去照一下里面的骨头有没有碎 我也看到 没事啊 你看 这里也撞到了 五千块 我没钱 没钱回家拿 我家里面也没有 没有 找亲戚朋友去见 真的对不起啊 美女 对不起没用 没钱 我没钱 你看 口袋空空的 哎呦 这么 哈哈 快不快 我没有钱 没有 就赚了啊 没有赚了啊 真的对不起啊 等我 要不要你想要钱的话 等我以后 哪个就这个材去卖了 有钱了 我再赔给你 对不起 没有用 我不一定要看到钱 哎哎 没有啊美女 那就算了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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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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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欺负我们村的小婧干什么 哎呦我是这个村的村长 他是一个瘸子 你干嘛欺负人家呢 村长 你们u 你们i 那个死瘸子啊啊 撞到我的腿了 现在我的腿里面骨头可能都碎了 真的是 那撞到你了 五千元 哎 小姨你有没有跟人家对不起啊 你拉这个柴 你也不小心一点呢 我我真的跟他说了很多对不起了 但是他硬要我赔钱 我好像也没有搞到他 这时候没搞到他 死爵子说话好听一点 真的是做错的事情还不承认是什么 哎哎不要打烊 你还骂人家死爵子 人家是残疾羊已经这么可怜了 哪里还有钱啊 他家里面救他一个人 我看了这种人就不安老心 自己是个爵子 还想害成我也成爵子 真的是那痛不痛啊 肯定弄了啊 那要么这样吧 我家里面有那个酒床那种啊 药酒帮你服务一下可以吧 这么幼的天气 谁敢注入你那个药酒啊啊 不不那么大的气味 那那炒药我去山上家里炒药你回去自己回去服务一下 我说啊我要五千块钱我要去医院检查 我跟你说 我跟你要五千块算少了 现在没有办法过去快钱了 就出不了医院了 他已经这么可怜了 你看也没有多余的钱 他连柴米油盐都成问题了 你看吃个瘸子还上餐 自己去砍柴回家烧锅煮饭 实在是 那我不管 你怎么做到我了 我还可怜了啊 那行的行的 多少钱 五千 还有真的是得理不谣言的 你这种业还真的是 你赶紧给我吧 我还去医院去照一下去买 买点药的 真的是疼着要死 他人讲的这么漂亮的 怎么心那么好呢 那这种癌 你不管我 赶紧给钱 别说那么多 浪费我时间 小剑我帮你改吧 这几千块 那村长昨天啊 卖了一头牛啊 有点钱 没事 也要小心一点 好吧 那那谢谢 来 没什么拿着 那谢谢了啊 那我去先去干一下去 哎 干嘛 怎么我发现你怎么又有像 刚好像又不痛了 拿到钱就开心了 没有啊 痛啊 真的是我忍着的 我先走了啊 哎 干嘛 等一下 你为了哦 我刚想起来 我们村里有监控的 刚刚他说 他碰到你 他自己都没感觉 而且我发现了 你也是 等一下 我这啊 我们村里有 一号监控 你别跑啊 哎 哎呀 你看我 我这个财离他这么远啊 我都说没感觉吧 是你自己碰过来的 你真的是他啊 是他走路不长眼睛啊 真的是眼睛睁到头顶上了 这三千动到我 确实弄到了啊 视频为账啊 你自己看 你这个你了 真的是的 哎 但是这样 你先放手 要么这样 我拿着这份录像 我们现在啊 个个都说不行 干脆去警察局里面 要警察来调查这种事情 好吧 一起去警察局 哎呀 一点点小事 就不要麻烦警察叔叔了 人家很忙的 怎么会忙呢 这种事情啊 你看 必须要弄个清楚才行 还人家一个公道 嗯 都不了 我还你四千 我就要五百就行了 买点药 敷一下 不要钱就得了 要五百就行了 五百 你还想要五百啊 但是报警一里多 我五百我也不要 就对不起了 知道错了吗 知道错了 现在到处是天空啊 你还搞这种碰瓷 你看人家这么可怜了 容易吗 你还又这样 坑人家五千块 你真的是的 有没有一点 连人讲的这么漂亮 心怎么这么黑的 你以后怎么炸出去啊 我说你的死角色啊 自己残底也是算了 那个时候才出租 摇来荒荒的 真的是 哎呦 你还挂人家 你还 现在我跟你说 是你自己故意要碰瓷的 你啊 额人家五千块 可以立案了 到时候有案底之后啊 我跟你说 你一辈子你都架不出去 我跟你说 大哥村长 你看那个钱我都还给你了 我一分钱我都没要 我都没成勒索啊 我没办法 看他这种样肯定是惯犯 不知道以前做了多少单了 现在啊 你又想不想报警也行 两千块钱 赔钱给人家 你吓到人家了 不然就报警 啊 这个残疾人 哦 报警 报警 快快快 我大哥少一点吧 我上两一个月班 也没有两千块啊 呵 上一个月的班 我跟你说 你制作这么辛苦 哪又这样看人家 一份没得少 少一点吧 拿来 以后不要做这种事情了 知道吗 现在法宝会不会修为不闹啊 万一有案底 我跟你说 我今天报警了 你以后真的你别想嫁人了 你知道吗 以后啊 好好去找份工作 知道吗 大哥 我知道错了 那你把路线删了 千万不能去警察局 告我 行了 以后如果再犯的话 我就把这份路线交给警察局 行行 以后要堂堂张张做人了 我保证以后好好做人 我以后再也不干这种 勒索人的事 我先走了啊 今天是啊 以持人之道 还持人之三 是让你长点记性 以后不要做这种事情了 知道吗 美女 知道错了 我先走了啊 还真的是的 哎呀 没想到 这么漂亮的美女 竟然是碰子的 哎呀 你以后啊 小心点了 知道吗 我我 小心啊 还看就这样了 以后村长啊 去找那个媒婆 帮你介绍一个 男朋友 免得你以后啊 整天被人欺负 这样就有个人教育照顾你了 是吧 好 那谢谢你啊 村长啊 你看 原来是讲的不错 就是腿有点不方便 那也没事的 好吧 对啊 现在很多光棍 娶不到老婆了 来 这些钱 那个美女给了 就相当于给你的回奖费 你拿着 不要客气 哎 我我还是不要吧 拿着 不要客气 哎 村长 来 村长也给了一千年 生活不容易啊 拿着吧 真的谢谢你啊 村长 以后我赚到钱了 我就玩给你 报答你啊 没事没事 拿着 哎呦 我我帮你推这个茶回去吧 看你也不方便啊 我帮你推回家吧 好 你要小心点 注意点了啊 好 谢谢你啊 村长 好好 来 走 走